大家好,我是顾俊,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制作视频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点赞 如果超过3000赞的话,明天依然有视频可以看 你点赞,我做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旧瓶装新酒 但是是一壶好酒来的 是维着斯的这支13F1.4 现在来到了索尼的E卡口 以及尼康的Z卡口 我现在装在都是他们的旗舰机身上面 但是其实这支镜头呢,其实是APS-C的自动对焦镜头 那如果你要没有看过这支维着斯的13F1.4这支镜头的视频的话 画面的这边或者这边或者是简介处 那在那个视频里面,我详细的介绍了这支镜头的这个画质特点 那在这边呢,我就不赘述了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一个卡口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支镜头 画质成像表现非常优秀,尤其是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非常非常的可用 抗炫光跟色散,我觉得不能算是最好 但是已经是非常之好的表现了 但最最最最特别的是这支镜头的焦段 以及F1.4的大光圈 那在那个视频里,我说过呢,这支镜头基本上弥补了 APS-C在广角端没有办法产生虚化 或者很难拍摄一些星空之类的题材 因为这支镜头的这个规格,哪怕已经过了半年 还是没有任何的厂商可以跟进 因为13毫米F1.4呢,基本上来到了全画幅的20毫米F2左右 这个在APS-C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实现的 那现在来到了这个索尼的E卡口 以及尼康的Z卡口呢 我觉得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一下这种APS-C拍摄星空 或者说APS-C拍摄一些广角人像虚化的这种感觉了 好吧,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不过多的赘述它画质方面的特点了 因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更多的会想跟大家聊一下这支镜头适合哪一些人 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两支镜头的这个外形特点 基本上跟富士卡口是一模一样的 有几个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那第一个呢,就是它变成了无极光圈的这个样子切换 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但在富士卡口这个上面呢,其实它是有极切换的 好吧,现在它变成了无极切换,无极光圈切换 那更适合在视频的时候进行一些光圈的切换 尽管我个人依然认为啊,就是阻尼这边能稍微再大一点 就切换到这个A这边 不然有时候会进行一些误操作 然后变成了F16这个样子 好吧,但我觉得影响不大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依然没有任何的按键在这个镜身上面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相机本身没有办法切换手动跟自动的这个切换的话 有时候你要切换手动跟自动会相对来说麻淡一点 那总体来说,我觉得做工相当的不错 应该是维着师的最高水准了 前面的这个遮光照呢,也非常非常的顺滑 表现就是拿在手里就是感觉是一个高端的镜头 它不是金属的镜身 但是拿在手里感觉是一个蛮高端的 也不是特别的重吧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积跟重量 因为它的规格的特殊性呢 我觉得这个体积跟重量也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前面的这个滤镜口径呢 是67毫米 也是最常见的这种滤镜口径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吧 那这个就是外形上面的一个特点 然后后面也有USB-C可以进行这个固件更新之类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话 那在尼康卡口上面基本都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 我觉得蛮搞笑的 尼康这边它有一个蓝色的这个圈 你看到吗 就是我觉得看上去蛮好看的 但是我当时问维佐斯工作人员 我说为什么索尼这个是没有的 那有什么差别吗 是一个有防尘防低 一个没有防尘防低还是怎么样 维佐斯工作人员跟我说 虽然你可能有这个圈 但他们两个防尘都是防的 然后防低都是不防的 所以我也很困惑 好吧 我反复给他确认了 难道有这个圈跟没这个圈 效果是一样的吗 他们说是一样的 好吧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他们都是防尘的 但本身都不防低 所以如果你在下雨前使用的话 要格外小心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 它这支镜头的售价 依然是跟富士卡口的这支13F1.4 那一样是不到2500块钱 人民币左右的这么一个售价 那我觉得以它的规格参数来说 以它的成像画质来说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那即使原厂之后 推出类似的焦段跟光圈的话 我觉得售价不可能在这个价位上面 如果它是这个价位 它的成像画质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成像画质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这个规格的这个镜头 它不可能是这个定价的 好吧 据说上市第一天还有一些促销活动 大家可以问一下 维卓斯的旗舰店官方店了解一下 那镜头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主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认为这个镜头是适合哪一些用户 那第一个我认为就是 如果你不打算升级成全画幅的话 这个基本上在APS-C上面 最适合拍摄星空的镜头了 因为它是自动对焦镜头 就是你除了拍摄星空题材外呢 你还可以拿来拍摄一些人像啊 拍摄一些旅游啊 风景之类的 就是相对于只能拍摄星空的那些 手动对焦镜头的话 因为它自动对焦 我觉得就是用途会更广泛一些 好吧 那在APS-C上面 如果你想体验到这种广角虚化 就是它视角又广 但同时背景又虚虚的 这种通常来说 你要到全画幅才能体验到的这种感觉的话 这支镜头算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 这个使用范围不像是50F1.8或者85F1.8 那么的那么的常用 因为它毕竟是一支广角定焦镜头 所以它的使用上面其实是有一些限制的 好吧 在尼康Z卡口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镜头 可以跟这个进行替换 我说在APS-C上面 那如果上到全画幅当然有20F1.8 但在APS-C上面这是独一份的 所以如果你是尼康Z30,Z50,ZFC之类的 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星空 或者拍摄一些人像广角虚化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Vlogging的视频 然后想要去到一些弱光的场景的话 这个20毫米左右的这个视角 加上F1.4的大光圈的进光量 跟背景所产生的虚化呢 我觉得这个是独一份的 索尼F1上面呢 我觉得情况略有不同 因为最近索尼呢 刚刚发布了一支全新的镜头 发布了三支镜头了 但我里面只对一支镜头有兴趣 好吧 就是那支11F1.8定焦镜头 那那支镜头显然要更小一些 然后更轻一些 售价比这个我觉得是要贵一些 我不知道中国 在我这边是要贵挺多的 但中国可能是贵出一部分 我觉得这两个镜头 一来一回有得打 好不好 就取决于你想要更广的视角 然后牺牲掉一些光圈 还是想要更大的光圈 牺牲掉一些体积跟重量 同时因为它这支更像是20毫米左右的 定焦 而索尼那支更像是16 17 所以那支不太适合拍摄人像 而这支呢 我觉得比较的适合 那那支索尼的11F1.8呢 没有意外的话 我应该会买来体验一下 因为那支镜头是我三支里面 比较感兴趣 同时也是比较便宜的一支镜头 那在这个之前呢 你可以先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一下 在这两支镜头里面 你个人的选择会是13F1.4 还是11F1.8 好吧 也跟我交流一下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两个卡口上面 现在有了一支13F1.4 当然我个人如果可以的话 好吧 我非常期待 它能来到RF卡口上面 能装在我们的R7或者R10上进行使用 因为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吸引人的APS-C相机 好吧 但是 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这两个卡口 当然我知道这个RF卡口 也不一定取决于微作词了 可能更多的取决于佳能多一些 好吧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里留言跟我交流 那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在明天的视频再见了 记得点赞 记得关注一下 好吧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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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